我从上海出来的时候 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块 我到了日本以后 一天工资就是一千块 我在日本一天 我在中国就十个月 那是疯了 就跟那个心态 就跟抢银行那个心态 就是弯弯腰点的捡钱 你还睡什么觉 这是一部曾在日本 引起轰动的纪录片 男主却是一个中国人 他叫丁尚彪 导演耗时三十年 跟拍男人每天的点点滴滴 电影上映后 收视率直接碾压 同时期的好莱坞大片阿凡达 那么问题来了 在这个平凡人身上 究竟有什么吸引亿万观众的魅力 保持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的七分钟 让我们开启一段神奇之旅 始终回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那一年 丁尚彪作为百万知青的一员 坚决响应政府号召 来到贫困地区插队 然而 等他再次返回老家上海时 已经年过三旬 身边还多出了一个老婆和女儿 由于初中毕业 再加上没什么背景 日子过得苦哈哈的 为了赚钱 他挑灯夜读 终于考上了中传文凭 顺利进入一家建筑公司 但遗憾的是 此时的房地产并不景气 家里仍旧鸡一顿饱一顿 就在丁尚彪焦头烂额时 一份五毛钱的资料 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上面是日本北海道的留学介绍 彼时的霓虹国 作为亚洲首居一致的经济强国 高楼林地 百业兴旺 在这里一天赚的钱足足是国内的三十倍 当晚 丁尚彪激动得彻夜难昧 可在听说去日本留学 得先预付42万日元后 男人又瞬间收起了笑容 蔫了起来 42万日元 按照彼时的汇率 相当于2万人民币 丁尚彪就是累死累活 也得攒15年 为了抓住这根改变人生的救命稻草 之后的一段日子 他四处求爷爷告奶奶 借遍了亲朋好友 左邻右舍 然而当丁尚彪落地北海道后 却被眼前的场景 吓得差点怀疑人生 学校坐落在一个 鸟不拉屎的偏远镇子 别说勤工俭学了 打个长途电话 联系家人都是奢望 一怒之下 男人与另外几个中国人 向校方申请了转校 为了逃离这里 他们冒着风险 搭上了最后一列 开往东京的电车 彼时的丁尚彪 望着窗外 陌生又繁华的建筑 内心开始憧憬 未来美好的生活 然而现实 给了他当头一棒 随着转校落空 他的签证也到期了 就这样 男人一夜间沦为了黑户 别说留学改变命运了 连出门都是提心吊胆 这是一部曾在日本 引发轰动的纪录片 男主却是一个中国人 他叫丁尚彪 导演耗时30年 跟拍男人每天的点点滴滴 电影上映后 收视率直接碾压同时期的好莱坞大片 阿凡达 天还未亮 男人就开始工作了 他干的是日本最底层的活 清理厕所 虽然收入不菲 却充满恶臭和心酸 傍晚时分 丁尚彪又来到一家餐厅 擦去脸上的疲惫 开始颠少 由于常年休息不够 和油烟打交道 他看起来比同龄人老得多 深夜12点 一天的繁忙终于结束了 老丁选择徒步回到出租屋 只为了节省50块车钱 这是一间散发霉味的老房子 里面摆着简易的家具 尽管工作从白天忙到晚上 但丁尚彪吃得却很简陋 市场当天剩下的廉价菜 和一些即将过期的打折食物 为了赚钱 他像一颗螺丝 每天连轴转 风雨无阻 一个月里 除了汇款这几天 才给自己勉强放个小假 镜头里 男人将厚厚的钞票塞进信封 熟练地填上 那个魂纤梦绕的地址 在那里住着妻子和女儿 他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对方 然而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这些钱 家里从没有花过一分 全都原封不动地攒了起来 画面中的女人 名叫陈欣欣 自打丈夫丁尚彪离开后 家里的吃喝 全都靠女人自己来扛 哪怕自己再难 也从没有动过信封里的钱 只因为 这是未来送女儿 出国留学的启动资金 早在五年前 她便给这个家订好了目标 每天都在雷打不动地执行着 而隔壁的房间里 就是二人为之奋斗的希望 女儿丁玲 我从上海出来的时候 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块 我到了日本以后 一天工资就是一千块 我在日本一天 我在中国就十个月 那是疯了 就跟那个心态 就跟抢银行那个心态 就是弯弯弯弯的减钱 你还睡什么觉 这是一部曾在日本 引起轰动的纪录片 男主却是一个中国人 他叫丁尚彪 导演耗时三十年 跟拍男人每天的点点滴滴 电影上映后 收视率直接碾压同时期的 好莱坞大片《阿凡达》 今天是女儿毕业的日子 作为上海复旦附属中学的高材生 18岁的她品学兼优 前途无量 几天后 她从老婆口中得知了一个喜讯 女儿丁玲因表现优异 已经成功被纽约州立大学录取 这意味着 之后的四年时间里 她都将享受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资源 并且有可能步入美国上层 成为年入百万甚至千万的人上人 这一夜 老丁躺在出租屋里热烈盈眶 她一次次注视着女儿的照片 心里满是激动和骄傲 隔天 又一个好消息传来 女儿乘坐的飞机要在日本停留 为了等待这一刻 丁上彪独自一人在日本坚持了八年 天不亮 她就走入机场后车大厅 一边整理衣服 一边巡视来往的人群 下一秒 一个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出现在老丁的事业里 女儿 是女儿 男人想一把搂住对方 但骨子里的含蓄 只换来了尴尬一笑 她轻轻拍了拍女儿叮铃的肩膀 为她扫去一路的封尘 嘴巴动了几次都没有开口 地铁内 两人情绪激动 女儿更是捂着鼻子 怕哭出声 因为还是黑户 丁上彪 没法目送女儿进入登机口 只能站在窗外 助她一路顺风 同一时间 老婆陈欣欣 也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这些年 她一次次来往入境处 只为早一天和丈夫团聚 但因为口语的原因 连续11次被拒签 几周前 她的诚意打动了面试官 终于获得了前往日本的签证 为了将最美的一面 展现在老丁面前 她破天荒的购物shopping 还烫了石星的头发 这晚 当陈欣欣出现在老公面前时 男人激动的久久没有开口 妻子掏出准备好的鸳鸯头枕 盖在枕头上 预示着八年的分别 终于团圆了 一转眼 两年过去了 女儿丁玲已经考上了医学博士 成为了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她多次在电话中 催促父亲回国养老 忙活了半辈子 是时候想想幸福 安度晚年了 启程前 老丁骑着单车 最后一次来到阿罕厅 望着落日余晖 感慨万千 这里是她下榻日本的第一站 见证了八年的点点滴滴 几个小时后 飞机缓缓在上海机场落地 老丁怀着激动的心情 拥抱妻子 这场漫长的旅行 终于有了圆满结局 给你